很辣的一个食物 然后新加坡蛮有名的 辣辣的 Durian 大家好我们是双琴侠 我们要庆祝我们的400万粉丝的特别活动 所以我们11月会跟新加坡交响乐团一起表演 那代表你们的粉丝呢 早报都SG给你们准备了一系列问题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好我蛮喜欢这里的那个Laksa 蛮好吃的 我是那个Bakute Bakute 在澳洲有吃过吗 澳洲没有Bakute 我没有吃过 澳洲有Laksa 可是味道不太 跟这里比不上 Can la cannot confirm Don't understand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understand chop chop That's what I know 就塞了咯 我们第一次来新加坡完全听不懂 我就想说这是英文还不是英文 对现在我在澳洲 我听到新加坡那个强调就 我听得出来 嗯 对对对 对啊 可是有慢慢的在学 它可以 让小提琴听起来更好听 它也可以让大提琴听起来更好听 它也可以让第一大提琴听起来更好听 好啦 That's one thing OK 嗯 老实说比如说一个四重奏 Quartet里头 那个中提琴的 part 跟第二小提琴的part 其实很重要 如果做几家写得好的时候 很多时候这些middle的part 比较有趣 嗯 因为first violin可能就是melody 然后chella是bass 然后中间的就有一些 比较musical accompaniment 对 比较特别 对对对 啊 我的不行 我的 我的 中文讲不出来 啊我 就是 讲中文头脑会比较累一点 会想很多 可能就 只有菜单上写的牛肉面 会堵而已 我是看到就头痛 我没有在堵着 哇 所以下来呢 我们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小游戏 是检查你们的中文进步如何 哈哈哈哈 OK OK Let's do it how long do we have oh god 嗯 嗯 小提琴 oh it started started ok 小提琴家 oh David Oystra 小提琴家 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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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意大利的 Paganini 意大利的 嗯 活的死的 没有 就是 就是 喔 Shradivari 小提琴家 意大利 Vivaldi 是意大利 死掉 Fettuccini Spaghetti 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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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anini Violin Concerto 曲子 曲子 Four Seasons Yeah Yeah Let's go 练习 Practice 每天 40 hours Everyday LingLing Practice 40 hours 练习 Everyday Practice 几个小时 40 Yeah Yeah Nice Nice OK 很辣 的一个食物 然后 新加坡蛮有名的 辣辣的 Durian 呃 面 汤面 麻辣 粥 呃 呃 呃 Chakretel 这个黄色的面里头有一些 可能有鸡肉有 Chakret 汤面 辣的 Spicy noodles 新加坡 Curry 呃 东边可以的 吃得到 Laksa Yes Oh Nice OK I'm building this one Let's go 当一个小提琴家 练琴 他 弹得很快 可是每个音都弹错的时候 Sacrilegious 对 Yes Nice Too easy I told you Feeling good about this one Fifteen seconds Fifteen seconds Fifteen Fifteen seconds Fifteen seconds 如果你 没有练琴 你会变成拉这个乐器 啊 've ah VO 嗯这什么乐器呢 嗯嗯嗯嗯很重 嗯嗯嗯好难 重提琴 重提琴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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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billa nice 他的中文 不错啊 嗯很好 只是觉得Paganiniana 有一点难解释 心龙而已 哈哈哈 我说什么那时候 说意大利的 意大利 气质 嗯嗯 edit们不错 好多听得懂 谢谢谢谢 其实我在家里就跟爸妈讲中文 所以我是这样学的 嗯 我没有 没有学那么多 就这样子 对 那你呢 我以前我妈妈 叫每礼拜天去中文学校 嗯 每礼拜六补习 礼拜每礼拜四小提琴课 嗯 然后礼拜六早上也有乐团 呃 Q.I.S. 嗯 早上是乐团 下午是 補习 礼拜五也有補习 所以礼拜天是中文 床前明月光 什么什么地上双旺 你记得吗 你记得吗 哦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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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